今天下午还会训练吗还是会休息调整一下 今天下午他们有就是男子育赛 所以我们没法滑了 但是我每天完了以后都可以去跑步 去健身房然后有按摩什么这些 但是这些都是恢复性的 所以又训练又恢复吧 今天这两滑是不是感觉就像是 做了一个晨跑这样比较轻松 我每次比赛的时候都是想做到自己最好就行 所以我这几天训练不太容易挺累的 其实因为我又耽误训练 因为有这个比赛 然后比赛完了以后当然特别累 然后又来训练 所以雪板也有点问题昨天 所以今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好 睡得挺好终于有劲了 所以出来好好玩好好享受自己 这是第三个项目也是最后一个项目了 你刚才也说可能有一些疲惫 自己在这过程中怎么去调整 我是唯一一个进了三个项目的决赛的运动员 这个我从开幕式一直到今天每天训练 每天比赛 每天没有一天的休息 所以其实是挺累的 但是同时我已经准备了 我今年就是暑假的时候不是来中国了吗 然后隔离了一个月 所以在隔离的时间我每个礼拜都跑半马 然后就是每天锻炼四个小时 每天就是自己去做就是训练吧 这样就因为我知道奥运会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有一年的时间去准备吧 所以当然不容易 但是我也也准备好了 奶奶奶明天会来对吗 对 你有跟她打招呼吗 就是她来的时候 我肯定在打招呼呀 我肯定在打招呼呀 我肯定在打招呼 就是就是就是说她今天有没有跟你聊一下 就是关于今天比赛的东西之类的 呃她一会儿到啊 今天还没到了 现在在飞机上 先说你的半马成绩最好的是多少啊 半马最好成绩是多少啊 再进一小时了吗 我得想想 就是每个我再convert一下 就是每个mile是8分钟 就8分 对 然后想听你聊聊这个就是你参加三项 然后在这个器材上转换有没有什么那个可以可以说的 因为好像在那个在发力和那个血本上其实还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不同的项目 对对对三个项目 就是项目的动作区别还是什么 那个器材上的区别 器材是什么 器材就是你的血板 血板啊 哦哦哦哦 所以我有两个不同的血板 一个是幽槽的时候 一个是封面障碍和大小台的时候 这两个主要区别是 呃呦槽的会轻一点 然后润是尖的 就是因为 幽槽是有冰嘛 而且没有铁杆 所以就是 要有 不要滑 但是在封面障碍上面 上杆的时候一定是圆的 如果是尖的话就会 呃卡住 所以这个是特别特别圆的 然后大小台的是呃正常来说是 颇面障碍的 是和同样的 对稍微重一点 然后稍微软一点 你说的有问题 是不是那个打的血蜡痠问题 是不是跟那个温度有关系 对因为昨天特别冷 没有想到 看到你衣服上的这条龙 包括你的血板上也有一个龙的图案 那是你自己设计的 还是说跟别人沟通以后 呃去去去去去做上去的 所以这个是自己设计的 我的意思是我 上面血板上写了 人中之龙 又因为写了 A dragon amongst people 然后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龙对我来说是 嗯 特别自信 特别有力量 然后不要管其他人做的事情 这样我不想当人 我想当龙 我想做自己最好 所以这个精神我觉得特别好 所以我就想把它放到血板上 然后我头盔上 哦 看好 对所以头盔上也有 衣服上也有 血板上也有 其实血板就是衣服都是自己设计 但是我也是唯一穿上的 但是血板就是所有 划这个血板上 包括就像Ishania的Kelly 她前几天拿到第三名 然后 嗯 对所以她也划 就是她血板上也有这个 但是这是我设计的 所以就是我们整个队的一个 同样的这款 包括昨天 铺铭上也男子金牌的责责 她也 也划这个队板 其实《无形》当中 你把一种文化和一种这个想法 传打给男人 对对对对 就是我想把这个人素和文化和我 比较喜欢这个精神 和所有人去分享